而继续这位也是多走一里路 当初他接下了社区总体营造的工作 来推广家乡的观光 而他发现大家都问他说 你来自于铜螺 有没有卖铜螺烧 而他为了地方创生 于是就开始卖起铜螺烧 每年深秋是苗栗铜螺行举采收的季节 阳光把白的黄的行举照耀的明亮 田里的农民和婆婆妈妈欢喜丰收 也带来了赏花的游客 红锡国同样期待这个时刻的到来 在铜螺和太太经营一家山里的咖啡屋 几年前他接下了当地的观光产业协会理事长 负起了带着地方发展观光的任务 二十年前红锡国刚移居铜螺 却经常往外跑 作为社区总体营造的顾问 一年要开四五万公里的路程 穿梭在台湾各个乡镇 第一个专案计划开始在彰化王宫的 全国文艺记 开始之前他广邀当地居民 一起来参加说明会 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有一次去到那边 一直到晚上开会七点半时间 到了八点了 结果我们整个单位去到那边的人 比在地的人还要多 来的大概就是六七十岁 那我开始会觉得就是说 地方产业的发展 如果没有发展起来的话 那可能到底年轻人 他是不是真的会愿意回到故乡里面 所以我就从社区总体营造 那我想说那我转换另外一个方向 我从产业的角度呢 开始去做切入 红锡国看到二十多年前 城乡发展差距大 乡下老人小孩多 想要乡村再生 得让年轻人愿意回流 之后每当接下乡镇辅导案 他都把重点放在引导年轻人回乡 那时候台中有一对年轻的夫妻 都拥有高学历 在台中也有很好的工作 自己有自己的事业 那时候有一次在讨论的过程当中 跟政府的长官 那我们一起跟他们在谈 跟他谈到就是说 如果今天他们只是清廷点水式的 偶尔从台中回来这边 游客回来的时候才过来 有游客来才过来 那这样子可能会没有效果 倒不如就不要做了 洪熙国一番劝说 说动了这对年轻夫妻回乡 接手老家茶园后 翻修店面打造品牌 后来也真的带动起 地方茶业的发展 长年的辅导工作 洪熙国看到了 乡村与地方产业的改变 但一个状况的发生 也提醒着他 必须面对自己的转变 印象比较深刻的是 有一次跟我老婆 两个人 我们去从屏东回来的时候 以前出门他都跟着我 他都会帮我开车 那我都很舒服地睡觉 但是慢慢地发现 开始我要轮流开车的时间 越来越长 那代表什么事情 老婆的体力也在下滑了 需要全台东奔西跑的辅导工作 考验着年龄和体能 开咖啡厅 一直是老婆的梦想 洪熙国也想印证 他过去的经历并非空谈 山中小小的透明咖啡屋 是夫妻两心的开始 太太喜欢做蛋糕 洪熙国却自有想法 自从搬到铜楼来之后 很多的朋友 包括我们的辅导对象 知道说我们从铜楼过来 第一件事情就会问我们说 铜楼有没有铜楼梢 对啊 铜楼都没有铜楼梢 铜楼都没有铜楼梢 可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开始慢慢的 一直会存在我们心里面 所以开始想要开咖啡厅的时候 咖啡厅里头甜点很重要 但是我老婆其实 她一直很想要做 漂漂亮亮的蛋糕 所以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在铜楼 我们想铜楼梢 已经想了那么久了 那我们就很专心的 来做铜楼梢好了 从前辅导社区营造的经验 铜锡国认为产品必须 与在地产生连结 这才能和地方共同创造效益 与深刻的印象 不会做铜楼梢的夫妻俩 特别请人引荐 准备去拜师学艺 后来他跟我介绍了一个 在日本学甜点学的 七八年的一个甜点师傅 他来到这边叫我们 来教我们 那甜点师傅 他听到我们要做铜楼梢 他就先跟我说 你们要做铜楼梢 那你们先去看一部电影 看完之后告诉我心得 再来决定你要不要做 所以那部电影叫做 《练练铜楼梢》 看了电影才知道 一锅红豆线熬煮前 得先经过拣选清洗浸泡后 才能熬煮 再加入砂糖 海藻糖 上白糖 慢慢蜜子 那这个过程呢 要将近在一个晚上的时间 让糖跟红豆好好的谈恋爱 红豆与糖的恋爱得缠绵一个晚上 因为工序多 时间长 拜师前应老师要求 看完以铜楼梢为主题的电影后 夫妻俩用了一番诚意 报告心得 才打动老师愿意传授 老师也知道我们的年纪 那他知道说我们50岁了 真的还要在自己这样子去煮红豆 他会觉得我们是真的有这个性效 要来做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有意思跟他提到 就是说红豆的馅料 我们不会夹他人之手 就是自己做 打好的面糊 红太太站在煎台前 得耐心细心地煎成柔软蓬松的饼皮 并霹雳夹的除了红豆馅 红西果还找了当地栽种的芋头 过去曾经辅导过的屏东可可 有机玫瑰花 彰化芝麻 熬煮成馅料 增加铜锣烧口味 这几年把铜锣香的铜锣烧 渐渐打出名号 红西果又多了一样新职称 他接下地方观光协会的理事长 依着过去的辅导经验 他着手向中央申请计划案补助 有一些专业计划 他可能会针对偏乡有加分 铜锣呢 他在我看来 它是一个也是一样的人口 老化很严重的地方 老人 小孩子都很多 年轻人变少了 但是呢 这里又是交通非常便利的地方 两年前铜锣烧交流到设立之后 这边开始有很多的这个游客会进来 多了交流到不远不近的尴尬位置 难珍取到补助 评审委员的一句话 更是点破了红西果当时面临的瓶颈 说实在的 有点觉得有点气馁的感觉 因为想以前辅导那么多 那现在竟然连这些案子都争取不到 那其中其实有一个委员 他有跟我讲一件事情 虽然你们这个协会是一个群体 可是让我们感觉呢 你们并没有在一起合作做事情 要联合地方上的观光产业一起动起来 红西果找到了航局产销班的张班长 每年秋天的采收期 也是最多游客涌入的观光季 红西果说服农民 在农忙时博出一点时间 加入他规划的花田体验小旅行 然后采花不能这样采 采花是侧翻 侧翻 对 侧翻 农民最大的问题 其实应该会在怕航局会受到 因为消费者可能在采航局的时候不会 所以会破坏物比较多 因此在这个部分 我们每一次未来要推动的时候 我们会用比较小团体的方式去进行 那先由这个农民呢 跟大家交会了 交会了之后采下去做采摘的一个动作 有了让农民安心不受损的对策 红西果和张班长带着游客 在航局田里认识铜锣航局 从安全用药 高标准检测的栽种 到采收后的烘干 一系列的工作流程 小旅行安排 先走访花田 再品尝航局 地方上的餐厅也在红西果的建议下 开始把航局入菜炖汤 也因为这样的特色餐点 邦铜锣街上一家老字号餐厅 把年轻的儿子也换回家乡 那我也问了年轻人 他那时候已经从副领班 副领班到了几年 已经准备要升领班了 问了他就是 他为什么会想要回来 他跟我提到就是说 其实一开始 虽然会想说要回来铜锣 可是还是会有点小小的抗拒 因为毕竟乡下地方 跟都会去不一样 可是因为看到家里 真的瞒不过来 那老爸老妈年纪 也开始慢慢变大了 他觉得还是要回来到 铜锣这个地方 接着包括地方上的茶园 婚纱摄影基地 许多行业都开始接受邀集 跟着铜锡果串联起来 申请不到工部门补助 他们就自费印观光导览手册 做宣传 到访的游客人数增加了 商机多了 地方上的年轻人 也跟着愿意回来 铜锡果想起 他从20年前开始做设造 到现在讲的地方创生 其实都是在鼓励年轻人回乡 而他在这条路上 努力了20年 现在也很有成就感地 看到了成果 因为我在想的是 不能只有我好 因为只有我好 没有用 地方还是会很多的 更多的老人而已 那如果说我好了 其他的也都好了 那才会年轻人 一直愿意回来 那铜锣这边才会 真的有升级出来 乡下不再只是老人和小孩 大家各自努力 在一起发光 铜锡果用一个铜锣烧 带动铜锣香 正在改变中 正在改变中